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重磅消息 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海军的电磁轨道炮 它的射速达到了M5的出速 这是中国海军工程大学陆军勇团队发表的公开论文 说中国海军在电磁轨道炮实验中弹丸达到M5速度 与坦克炮的出速相当了 弹道高度达到了15000米 但是弹道严重偏离射击 射程是没有达到要求 原因就是在于转速太快 常规的火炮 炮管内的来福线产生炮弹的旋转 从旋转的炮弹在陀螺效应的作用下保持飞行稳定的 子弹也一样 它是转的 转 达到这种稳定性就能达到较高的精度 电磁炮是没有来浮现 炮弹自转是靠螺旋形的前进的电磁场产生的 任何的电控的不精确都会导致弹体的高加速中的微小摆动或者弹翼的微小的变形 都会可能让你失速 转速失常 紧接着论文说 自转转速如果过高的话 就是你若转的太快 那么导致炮弹过稳定 那么在弹道开始弯曲压平的时候 依然是直楞的指向天空 那这个过大的弹体 影角会造成一定阻力 那么降低射程也就是因为这个 这样的话影响它的精度了 由于造成的自转速度过快 原因太多 太随机 很难理论分析了 所以陆军勇的团队用大量的实验数据训练AM模型 最后在计算机模仿 仿真研究中重复了这一现象 而且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 实验就这样 实验是目的是怎么样的重复 一个都成功了 实验室成功了一次没用 你怎么样的反复能够出现 这个消息值得注意 中国海军电子轨道炮已经进入很高的研发阶段了 看看已经是可以跟坦克炮发射速度一样了 现在就是精度问题 中国海军电子轨报进入高级研究段早期的轨道 磨损还有供电问题看来已经解决了 美国把电子轨道报排除出它的计划之内 实际原因就是它认为不能成功 轨道磨损严重 中国看来解决了 供电也解决了 另外论文还提到了 他们要达到M7而不是M5 M7出速和200公里射程 这是它核心目标 就是经过改进要达到M7速度 现在只是M目标还是相差一点了 再努力 相比之下 其实美国海军电子轨道炮在几十年努力下 现在已经被下马了 基本上是不会在我了 这种竞赛其实还是看到什么 还是看到实力 它能下马 还是中国继续 就说明中国的实力 电子轨道炮理论上有很多好处 有多少能够最后兑现 还是需要实验室完成 只有等待实用后才知道 但这个美国海军就是放弃了 也就意味着它未来只能看中国海军的实验结果 然后未来会不会再上 就说白了 它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 可意见将来电子轨道炮这个事儿 只是中国人在干了 你看所有的文文文里面 不会再见到美国论了 也就是说它只有听着自个儿了 它是不参与了 电子轨道炮是马伟明团队的成就之一 陆军友就是马伟明教授的手下 不知道吧 马伟明教授 他是在电子轨道炮研究中 解决了储能 功率管理 包括耐磨涂层 高精度传感器 抗过载 耐电磁冲击 芯片 这些关键技术 咱们上一期谈过日本和美国搞高超音速反导系统 还记得吧 怎么防你高超音导弹 中国其实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能力 而且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的科研团队发现什么呢 用激光就可以反高超音导弹 这个激光有人说那你激光的功率得多大呀 其实不用太大 因为中国在风动中测试什么呢 就用一点点的功率的激光 只要照射一定比如说几秒钟 或者达到一秒钟 它的高超音导弹外层是有一个咱们说绝热层 对吧 它是高超音速过热嘛 所以它需要绝热层 那这个绝热层可能就会被击穿 就是只要是激光轻微照射 功率很低就可以 这是通过实验的 那中国就用它这个就可以 制造你的高超音导弹 等于是你的隔热层破掉 隔热层破掉它自己爆了 因为高速嘛 那当然热呀 中国这一项 也就是说激光反高超音速导弹 当然前提是你得有态势感知 你得追踪这个东西 这当然有了 我只是简单告诉大家 中国已经研发到什么程度 你看都是高阶的 美国人可做不到 日本人也做不到现在 所以咱们看看中国现在的能力 已经完全是把美国日本拉开了 咱们回到这个电磁轨道炮 咱们说马伟明解决了储能问题 其实这些技术在不同车上 其实都在航母电磁弹势上都有应用 广泛应于磁悬浮航电器的电磁发射 中国05全电 其实未来是可期的 包括电磁炮 也就是我们未来是用上电磁炮05 你看几十面主动的向魂雷达 探测包括电子战 电磁攻击都上05 这个舰就全能舰 咱们可以逼上 其实当年英国搞了一个无敌舰队 当年搞的就是1906年建成的一个无敌号战利舰 它是主炮 全主炮 重装甲 蒸汽轮机动力 无敌舰队 一时之间欧洲 疯狂军备精彩 但是全电 就是中国的05 如果全电推进 包括上电磁炮 可能就是这种 当年英国搞的这个东西 欧洲造舰的能力 萎缩 现在看 它也没有参与这个能力了 欧洲 韩国 日本 只有美国 造好了 然后韩国 日本照妈化国 才有可能 主动的向后 雷达 欧美 还是 还是不如中国的 说白了 不像中国这样 搞成白色价了 所以电子轨道炮 是中国独有的 就是欧洲 日本 美国 韩国 全都没有 所以它就搞不出来 所以中国一旦05 上了电子轨道炮 上了全能行的 基本上无敌了 中国就无敌舰队了 美国啃不动 现在连项目都没了 电子轨道炮 下马了 你日本韩国 照什么猫 化什么火 欧洲更连门槛都没门到 所以现在没法跟 也就是说 咱们等到 中国的电子轨道炮 有一天你发现 05 出现了电子轨道炮了 你就知道 这就是全世界唯一 你看中国现在搞全世界唯一 中国全世界唯一的 世界上最强大的 咱们叫全能型的军舰了 这就是全世界唯一的 我们的电子轨道炮 我们的电子轨道炮